嘿各位好,我是小溪 就在昨天6月20號下午 回修改版 這次我們影片的主角就是改版後 打更痛的阿伯梭魯啦 在改版前其實就很想發阿伯的影片了 阿伯的大招配合尾巴 是可以秒第一隻烏龜的 剛好昨天改版又更強了 於是就拍了最新的素材來剪 今天就一起來看看吧 只要阿伯梭魯有大招 沒人能搶走他的尾刀啊 不再是那個阿伯梭魯啦 接下來我們直接進入重點吧 第一隻龜可以滿血直接秒 對,你沒聽錯 一套帶走暴式龜 如果你覺得人品不夠好 那就等八成血再秒 再怕就六成 不然就半血吧 第二隻龜抓八成血丟大招 也是你的 要保守一點可以等半血 絕對沒人搶得贏你 洛托姆第一隻 第二隻 和龜一樣 就看你要秒哪一隻 要龜還是洛托姆 再來我們就來講鳥了 只要鳥的血量少於半血 阿伯大招就可以直接秒掉 如果你怕你秒不掉 暴擊運氣不夠好 那就等三分之一血量 絕對是阿伯尾到 快龍要尾 大概是要鳥十分之一的血量才能可以尾到 其他角色的要尾贏阿伯 只能靠運氣加預判 在你最後大轉橫出去的那個小空檔 才可能尾到 但阿伯的大招是非常快的 前六下 傷害大概可以達到四千八 不暴擊 所以別人要尾 運氣十分重要啊 然後這流派最核心的點就是能量增幅器加尾巴 接機的方式就是 當物件血量大招上面輸了點的時候 就放尾巴 精神利刃 大招 中間絕對不要放其他招喔 就可以直接一波輕鬆帶走大型物件的尾刀了 後面上這套雅鈴 能量增幅器 膠點鏡 是我測試大招最痛的持有物組合 你們其他人也可以試試看其他的組合看看 有事出來不一樣的可以留言分享喔 那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後面放一些精彩片段給大家看 魚板半血囉 Fish Play是魚板喔 哇靠漂亮漂亮我拍到了我拍到了 喔拍到了我拍到了就是這個你看 半血直接強調 不是為什麼 我都按我都按野怪了他居然還跑去打你 欸 我忘記按尾巴欸我我這次還忘記按尾巴欸 欸 直接開關 欸你要去哪裡啊 你要去哪裡啊 我要吃嘴果啦 你不會自贏你 你不會自贏你 加水果啦 有沒有 直接秒掉 他怎麼 沒有懸念啊 飛夜快到速消 哇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